2021年12月26日,肖战的王牌部队正式播出,2022年12月26日,肖战的《梦中那片海》过神下阵了。 在肖战的一众作品中,曾经呼声最高的就是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了,因为压的时间有点子过长了,而等到顾卫终于与大家相见之后, 粉丝们那时又将目光盯上了《玉古瑶》,想要见一见石影大神官的风采,可惜一直没成功。 等待《玉古瑶》,那是从一年之中最热的天等到最冷的天,即使额长主动说明会在天最热的时候播, 可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了解,根本就没有。 就这种情况下,网上依旧每月一次《玉古瑶》将播的消息, 还动不动就传言《玉古瑶》要接挡某部剧,可结果呢? 虽然大家对于《玉古瑶》这件事已经麻木了,可到底是肖战的剧? 那是即便有千百次狼来了,大家都甘之如始着等待着。 只不过这一次恐怕梦中的那片海要先来了,可能还会是东方卫视的开年大戏了。 在如今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,梦中的那片海依然可以拿到阵, 那只能证明了平台方的急切性,想要迫切地播出。 而且梦中的那片海是年代剧,最适合春节时一家老小聚在一起观看了。 其实对于肖战来说,他的作品真的都没有压据一说,基本上能播的都播了。 时间最长的《余生》《请多指教》也不过等了两年多,都没有超过三年的。 最多时间略长,可拍完的作品都能呈现在大家眼前,那是最重要的。 如今的肖战拍摄着《交扬伴我》,成为着盛扬。 他的很多作品正在拍摄,粉丝们自然没法期待赶紧播出。 边拍边播又不现实,可以等待的只有带播剧了。 如此石影大神观和春萧生就是大家手心中为二可以期待的,只不过因为玉古瑶下阵了,又时不时地传来要播的信息,粉丝们对于石影的期待自然是要更深一点。 可如今梦中的那片海过神,萧春生与大家见面的日子恐怕就在眼前,依着玉古瑶迟迟不来的性子,恐怕这梦中的那片海还真就先玉古瑶一步到来呢。 其实,一整个2022年粉丝们已经看过萧战的王牌部队,认识到顾一野这么一个在军营当中摸牌滚打的钢铁男儿,也见到了余生请多指教,看到了顾卫这么一个医生大暖男,一户一味是多少人的内心所期待啊。 可萧战的存货毕竟不多,他本人几乎在秉承着一年近两次组的频率,其他时间都是自己自由支配,或抱班提升演技,或带团队休闲娱乐,或为品牌方拍摄物料,或为了如梦之梦演出做准备。 如此算来,如果萧战的播剧太频繁,大家很容易就追评,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的只有萧战手头上正在演的剧了。 也不知道今年过年能不能看到《梦中的那片海》,或者《玉谷摇》,《争点气》,你先来呗。 况且,除了这一部作品即将上映之外,萧战最近终于又一次营业了,虽然是与品牌方直播一起进行的,可粉丝们到底还是见到了最为新鲜的萧战。 最近的萧战粉丝那可是被正主营业的喜悦紧紧包围着。 萧战不仅在冬至过节时发布了自己全新的赏雪大片,本人还在北京出演《如梦之梦》,如今那时又一次出现在百事的直播间,为自己代言的微笑去炮做宣传。 三天之内,连着见了萧战三次不同状态。 这谁看了不高兴呢? 原定的七点半直播一开始,粉丝们就急冲冲地涌进了直播间。 等到八点半,这令人心心念念的正主才深深到来,又是脸熟的主持人。 萧战的直播那也是绝对放松了,笑口常开,笑容满面,言笑自如,喜笑颜开,保持快乐的心情,用微笑开启新的一年。 没有了在真历史直播间里对未来人生深奥的探索,没有拉夫劳伦直播间里对香味的根源追溯,在微笑去炮这里,有的就是一个字,甜。 这一次肖战营业的状态真是太好了,甜字绝对可以概括他全场的状态。 即使他是个男人,可他整个人呈现出来的愉悦感,那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的。 因为是认识的主持人,所以在对话时肖战还会主动要求与主持人PK,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。 在面对介绍家乡美食时,自律的肖战也只是挑了一点梅菜吃吃,那些烧白什么的着实是没动。 一共半个小时的直播,粉丝们肉眼可见肖战的快乐,这一次那可真是他曾经心心念念的吃吃喝喝,那废话文学也是没忍住又出来了。 上一次听到怎么会说话的还是在上一次,这话一出,旁边的主持人和屏幕前的粉丝们可都没忍住笑了出来,让人忍不住直呼可爱。 一袭蓝衣清爽登场,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一丝亮色,肖战直播本不常见,就有关注他的路人,前来为官,要不怎么说肖战是脸在江山在呢? 没有人会对着如此一张脸不心动,明明直播对于肖战来说就是一场工作,是一次营业,可在整场直播中,最为吸引人的恰恰是他的笑容,纯粹而又温暖。 丝毫没有一个被社会磨砺过的社畜样,反而分外纯粹。 路人一句,他是我见过肖的最纯粹的大人,直接被粉丝们狂战。 这句话换算一下说法,就是各路营销浩们手中拿来代称肖战的治愈系顶流,所拥有的治愈系笑容了,如同幼儿班感染力十足的纯粹笑容,绝对是令粉丝们心心念念的一抹温暖。 虽然大家不知道这一次微笑去炮直播究竟是什么时候录制的,没法追溯具体的时间,但也一定是最近。 既要为品牌方录制直播,还要好好保护自己,想来最近的肖战也是分外繁忙。 在这种时候,肖战依旧能够以饱满的情绪,极佳的状态来对待品牌直播,给粉丝们呈现治愈系笑容,真是太令人暖心了。 之后肖战在录制《如梦之梦》的现场,也是再一次向大家展现了他的暖心时刻。 这部肖战请《如梦之梦》的工作人员喝奶茶的暖心还没有过去,今天请《如梦之梦》工作人员吃冰激凌蛋糕的图片又流传出来。 网友朋友们羡慕地说,上次奶茶这次蛋糕,真的一直都是浪漫暖心的战战啊。 但是确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,请贺就是肖战日常一项习惯而已,可是在粉丝眼中,肖战的此番举动真的是特别的暖心。 非常地周到。 该消息的评论区里,大量的粉丝朋友们也是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情,因为蛋糕想请肖战同事的粉丝朋友,今天可是不在少数。 很多粉丝表示看着图片已经感觉到了蛋糕的味道是甜甜的暖暖的。 有在北京的粉丝们已经决定去get肖战的同款了,三千多万的庞大粉丝估计都能吃到肖战送的蛋糕,不知道肖战看到会不会吓一跳。 大家还是清醒一下,努力生活,努力工作,也许有一天当你见到肖战的时候,他会亲手奉上自己做的蛋糕呢,梦想嘛还是要有的。 毕竟我们的肖战是走到哪儿就请到哪儿,和他一起合作过的伙伴们都有感受过他这暖心的举动。 就连和他在一起演戏的群众演员也都对他这个小习惯习以为常,有钱哥哥可真不是白教的,小编也一直认为肖战的这个举动就是在良好教育下养成的。 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同诸同好,同福同享的观念而已,是一种刻在肖战骨子里的教养,与人宽厚大方,与己,严格接见。 这就是肖战即便成为大明星,也很迷人的人情味和烟火器,即便在自己很拮据的时刻,也从来没有和自己朋友在交往上有过一点算计,这就是肖战。 那么大家喜欢这样的他吗?